在求學的過程都是學Cyber Engineer 然後畢業以後 首先在一家比較大型的顧問公司在工作 所接觸到的項目都是做工件類的 像地鐵還有這種高鐵的項目 那時候開始是我的 學項目管理的一個啟蒙 因為那時候這種專案都非常的複雜 所以說在公司裡面 他們就專門針對於項目管理 只要一入職 不管你什麼樣的職級 都要去進行這個整個項目管理 就是按照這個PMI 這個學會所發的這個Penbook 來做這個管理的培訓 然後呢 後來第二個工作階段 我到了就從顧問公司跳到一個開發商 那這開發商在馬來西亞那裡也 做了很多的項目 對所以從那個過程當中就是 我實際上一開始所接觸到的類別是比較屬於工件類的 但到後來呢 就是從民間類開發類別 從不同的這個角色裡面去體會到這整個在項目管理 尤其包含時間管理的一個重要性以及它邏輯上面的差別 所以是今天大概整個過程當中我會把 一些分兩部分 一部分是 整個時間管理的第一部分 時間管理的一個概念 以及一些常用的方式 那前半段概念的話我會講快一點 大概最主要就是整個時間管理的方法 在一般這個PMI 這個知識體系裡面最常使用的 然後呢 後面會分享一些在實際上工作的經驗 那根據這個PMI所 頒布的這個Penbook 它對於項目時間管理的一個定義 就是說 項目時間管理是要確保 這整個項目 要在所有的過程都能夠即時 所以說我下面也丟出兩個思考 大家回去可以再想看 如果 就上完這門課 回去想想看 對於項目結束延遲會有什麼樣的後果 那比項目提前呢 又會有什麼樣的後果 那這邊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段 就是說 之前 在公司裡面的一個 對於我們的要求 因為那時候我在開發公司 擔任項目總的時候 公司是這麼說 他說 每個項目總經理對於 項目每天的利息 所產生的利息 費用 以及效益都要了然於胸 然後呢 必須要懂得提前推進每一天 就是提前推進每一天 所能夠產生的效益 所以說雖然是很簡單的一句話 但這實際上已經隱含了成本 時間的一個管理的概念 我們都知道這應該圖大家常看到 我們常在做一個工程項目裡面 整個項目的成本 時間 還有品質 範圍 這幾個都是互相依存的 從這邊來看呢 如果我希望 去降低一個成本 但是可能隱含的這個項目裡面 就是你的時間會花的比較長 比如說我前陣子我們公司做那個外水 然後就接到兩個報價 兩個報價大概差百分之十五 那我們當然直覺性的 因為那是新的單位 但我們想說試試看新的單位嘛 結果這新的單位 便宜了百分之十五 但是他 實際當天到現場的時候 只派了一個人 一個第一個 然後他告訴我他要做兩週 但是以前我們的 同樣的項目的規模 大概可能三到四天就做完了 所以說 從那個經驗裡面就發現了 我想刻意的去降低一個成本 但是 換來的代價就是 可能在項目時間上面的一個犧牲 那所以同理呢 如果你想要去做一個搶工 或是說 你事先沒有規劃好 你想要臨時把這個 工項 加急 但是你可能所要付出的 你可能所要付出的就是你的成本的代價 所以說 我們今天呢 一開始就是說 要先了解 怎麼對於 在工程管理當中 最常使用的一些 其實很基本 都沒有什麼太大的一個 難度 就是說常用的就是 第一個你要去做時間的 LOG 就等於做時間的紀錄 尤其在 現場的Sign Manager 或是Fullman 其實對於你現場的工人 還有各工項的一個 實際試過的狀況 是每天要做紀錄的 那另外呢 還比較常用叫做 Active Sampling 就是說 他針對於這整個 整個項目可能很長的時間 我不可能每天 我也沒有足夠的管理人員 在現場盯的時候 就會採用這種方式 就是我挑一些重要的工項 那在特定的一個時間點 我去做抽查 那抽查的時候 這得到的數據去 做一個反推 那我這邊就丟出一個問題 就是說大家可以思考看看 就是說 我們如何去評估一個 木工 他的效益 因為我不曉得大家可能經驗不同 就是說我們普遍在市面上 如果說你自己沒有建築隊伍 你去外面找木工隊 他一般報給你都是按照你的 建築面積 乘上一個 可能一小時 每平方米 130 140 但是 大家有沒有想過 就是說 如果換算 每個木工的基本時薪 我們實際上也知道 可能 以華人工可能就20多塊 洋人可能會高一點 或是你的級別 中工大工 不一樣的不同 但是這之間的相關性呢 就是你 拿到的報價 價值按每平米去算 但是你實際在現場 他是不是有達到這樣的價值 是高於 你的 你的報價 還是低於報價 這個就是我覺得在 大家如果在 尤其在新西蘭這邊 在做這個項目的時候 木工就是最主要的一個關鍵 所以說這個東西 實際上我們現在實際上 也沒有答案 但是我們怎麼做呢 就是說我們會讓 整個Fullman 每天在現場 針對每個工人 他星期一到星期六 他的工作時間 他的工作內容 工人自己填 工人每天下班前 他就要填完 然後交給Fullman Fullman會針對於我們整個 工序做圖拆解以後 去反推 他這整個工人 到底 做這個工 他是偷然的 還是說他做得比較快 那藉由這兩個比對 我才可以 慢慢去累積一些 這個資料庫 去評估說到底 我之後如果在跟人家在談這個 木工的報價的時候 可以怎麼去談 是不是甚至在談的過程中 連整個工期 都要把他要求進去 所以說這就是 很 怎麼講 很簡單 但是沒有很複雜的一個 對於時間 做一個量測的一個 一個工作 對 所以我剛提的就大概是這 這幾樣 第一個就是對於 時間的測定 那這個實際上在 以西西蘭如果比較一般小型的 民間住宅 我覺得可以用 就是說 你就針對於整個項目過程當中 所有 什麼工種 進行什麼工項 花多少時間 就用最簡單的時間表 去做記錄 那我相信 可能經歷個幾查項目下來 大家對於這個 你大概蓋一棟房 要投入多少的時間成本 這個就會很有概念 那第二個就是我剛講的 工作抽樣測定 這個就是取決於在於 比較有經驗的PM 他可能會針對於 每個項目裡面最重要的一個關鍵 功項 去做抽檢 這後面也會去提到 那 最主要就是要去做一些回歸啊 這種 這種 數據的一個收集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按透 然後呢 就是透過上述的幾個方式 實際上我們在談合同的時候 就會談到幾個關於人 第一個就是 直接工資 直接人員的工資 實際上 你就可以算得出來 木工做多少 活 多少錢 那第二個就是說 整個項目的一些 包含的 比如說 可能你在辦公室有 QS 有行政 但這些人 他的工作比較無法量化的 但是我們也可以透過這種 上述的 比如說第2種第3種方法 就可以去得到一個概念 就是整個 總人員薪資成本的概念 那之後呢 你對你的業主 或是對 人家對你的報價 你就可以有一個清楚的概念說 大概 你報這個錢是貴 還是便宜 這是實際上跟你的時間 時間付出 是有相關性的 所以上述講比較快 接下來呢 在對時間管理 有一個比較大原則上的一個 管理方式有兩種 第一個 叫做八二法則 這可能已經被 廣泛的應用在 很多很多的一個例子上面 這張圖 解釋了什麼 八二法則怎麼說 比如說他們 最常聽到的就是說 世界上百分之八十的財富 都集中在 百分之二十的富友人身上 那如果 解讀在我們工作上 他就說 實際上你的工作裡面 百分之二十的工作 這其中百分之二十的工作 重要的工作 佔著整個項目裡面 百分之八十的一個貢獻 那其他呢 百分之八十的工作 實際上只帶來了 百分之二十的一個貢獻而已 所以說 我們要能夠在 項目一開始的時候 能夠初步的去分清楚 哪些工作的重要性 那變成我們就要把 百分之八十的精力 投注在這 百分之二十的工作上面 對不對 就是不會去做一個浪費 所以也就是說 如果你每天到現場 有十件工作要去做 但是時間有限嘛 你一定要去挑出 按照八二法則 挑出兩件事情 一定要集中你今天 百分之八十的精力 去完成的 那另外一個常用的呢 就是時間矩正 因為剛剛那只是一個 兩個維度的一個 一個分解 那實際上這個 也是很常使用的一個 時間管理矩正 分成四個向線 第一個向線 所提到的就是說 你可以看到這橫軸 這是比較急迫的 以及不急迫的 然後 縱軸是 非常重要的 以及 相對不重要的 當然我有看過 有人把它分成九宮格 就是九格 所以說實際上 這是看人怎麼用 那所以說呢 這怎麼說呢 比如說第一 向線裡面來 這些事情就是代表 它又急又重要 所以可想像的這種 在你工作當中 一定是 必須要優先處理的 那第二個 向次呢 比如說就是 很重要 但是不急 比如說什麼呢 比如說 公司長久發展的 組織團隊培訓 是很重要 但是也不是一下就做起來的 這種就是類似 以在一個公司規模來 來考慮的 然後比如說 像你在一個項目當中 我知道質量管理很重要 要做好品質 但是它也不是說 你馬上說 喊一下 我要做好質量要做好 所以這也是需要花時間 很重要但是不急 那第三個呢 就是很急 但是不重要 這種事情 通常最多啦 比如說 突然來一封電話 叫你去幹嘛幹嘛幹嘛 或者突然來一封Email 要你回 或者突然要開 主管跟你說要開會 那這種事通常都來得及 但是實際上 佔用你工作 時間非常多 那第四類我就不多說 就是不重要又不急的 所以說呢 在管理學者他們 時間管理學者他們 去做一個統計 這張圖怎麼看呢 就是說 就是說 大部分呢 這張圖所說 這個人他的工作時間 大部分都不是在做 第二項線的工作 那這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 你看他大部分都是 在處理很急 很急的事情 或者是稍微不重要 那這樣他就是 在工作上面 會感覺壓力很大 常常就被 牽著鼻子走 叫你幹嘛就幹嘛 所以說呢 那這種在第一類 跟第三類 或第四類 工作中心放在 時間花在這上面的人 你就會常覺得 工作 效率很差 對 但是呢 像這一類的人 比如說他 他都在做什麼事呢 就是說他可能 花很多的時間 都在 做一些 相對對一個 時間 走來講 比較長 但是他可以去做 一個體制的建設 還有個人能力的培養 比如說大家現在 花時間來上課 實際上就是 很重要 但是可能對於你 整個人生規劃 不是特別急迫的 就是投資在自己的身上 這樣子反而 對於你將來 在工作安排上面來講 是有效去提升 這時間管理效率 所以 不妨在自己在 規劃任何事情的時候 可以試著 透過這時間舉證 先做個分類 那 大家都會建議 就是說一般來 能夠先去做 這一個部分的事情 那如果真的沒有時間的 就想辦法從 第三第四項限 這種比較雜的事情 直接把它拒絕掉 這邊就跟大家分享 這是我 剛剛上課前才加的這一頁 就是他對於巴菲特 大家應該 很了解嘛 就是股神對不對 他實際上他一定非常的忙 但是他對於他自己的時間管理就是 執行到這一點 他很少 很少 訪問的行程 也很少 開會 他重點都是在做產業的分析 等於說 他每天 真的就是嚴格 人家訪問他說 他 每次 比如說年度目標有25個 他就只把前面5個圈起來 其他的 有時間在做 他就真的是這麼嚴格在執行 另外跟大家分解 就是說 這可能也跟大家在工作狀態 就是你了解這個時間重要性的時候 還要 了解自己 自己的狀態 你人在一天當中呢 什麼時候 效率最高 這張圖是諾貝爾獎 2017年諾貝爾獎 他說總結出來一個生理時鐘的一個圖解 簡單的說 就是大概是早上9點到10點的時候 9點到10點的時候 這個時候人的狀態是最好 對於外界的反應啊 各方面都是 最敏銳的 頭腦最清醒的 然後呢 下午呢 大概就是2點到4點這段 大家現在上課這個時間 實際上是適合 去做一些這種非常有創意 而且能夠 思維是比較活躍的 一個時間 所以說 這個東西可以做 做大家一個參考 就是你們在安排工作的時候 如果真的很重要的事情 你不妨可以安排在這些時段 然後 前面都是概念性的東西說 講比較快 再來就是說 提到就是 一般我們在 執行 管理項目的話 也有 透過通常常用的一個 三個方式 來減少在現場 不必要的一個時間浪費 第一個就是 充分的授權 因為我知道有些 可能有些老闆 他會 從上到下都管 管得非常的細 但他也把自己搞得特別累 所以說 有時候你充分的授權 實際在現場 不管是現場經理 或者是 你只要給他 明確的分工 明確的職責 實際上 充分的授權可以釋出更多的時間 第二個 任何項目包含自己的人生 總是要選擇一個退路 就是 一定要去編排一個 應急 臨時應急計劃 這個就是在 以防在 過程當中 臨時 比如有什麼事情 耽誤了 我總是會有一個 應急的計劃 這也可以減少你在 慌亂的過程當中 失去判斷力的當中 能夠找到一個 這個叫做 緊囊妙計 可以來 救你 這個通常我們一般在 編項目的時候 都會先做風險管理 風險管理 對於風險存在最大 我們就去編理這個 緊急應急計劃 然後呢 第三個就是 管理碰頭會 就是說 盡量不要什麼事情都是 每個人 所有 有些 我知道有些 有些 老闆喜歡 開什麼樣的會 就是把所有人 從上到下找來 然後就開始說 一開就三個小時 那實際上是非常 浪費時間 所以充分授權外 實際上在重要的節點上面 跟重要的人 開會即可 好 我前面很快的講完了 接下來 我會講慢一點 就是 在整個Penbook裡面 對於時間管理 對於時間管理來講 他們有什麼樣的 這個基本的一個 建議 我們都知道Penbook 它總共有 對管理有十大 知識領域 五大管理流程 那時間管理是其中的 一個 知識體系 那在進行 這個時間管理呢 他有建議要進行 六個步驟的一個拆解 那分別是哪六個呢 等會我會逐一一個一個 再講 每個步驟怎麼操作 第一個就是 你要去明確的定義 這個 你項目當中的活動 第二個呢 你可能一個合同下來 我可能拆解以後有 四五十個工項 但是我建議要排序嘛 第二步驟就把這些活動做一個排序 第三個呢 就是去預估每一個活動 所需要佔用 所需要耗用的資源 第四個 就是 這每一個活動 所需要耗的時間有多少 第五個 根據以上的事項 去排出這整個 彼此 這些項目的 這個 關係圖 最後一步 排出來後 去控制 就去管理 控制它 那 第一部分呢 如何去 做一個活動的一個拆解 就一般我們從整個 需要考慮的層面很多 這圖怎麼看 就是說 你可能接到一個項目以後 你要去綜合的評斷 包含整個 現代的市場 環境因素 還有你現在整個 公司的組織 組織情況 還有這整個 項目的一個 Scope 範圍 到底我要做哪些事情 然後呢 逐步拆解 WBS就是 Walk Break Down Structure 就是你要把這些 這些工作 拆解 能夠拆解的越具體越好 就是這個東西 一個 就能夠清楚的去表達 而不是說它 隱含了兩到三個工作 之後呢 再透過一些 工具 然後呢 會得到一些產出 就是會得到活動清單 那一般呢 在工具當中呢 我這邊要特別提一個叫做 Rolling Wave Planning 這很常見 就是說 對於我們現在可能 民建 項目 這邊這種民建項目 比較簡單 可能還用不到 但對於那種 大型的項目 可能為期四年五年的 這種項目 很適合用的 為什麼 有的時候你的項目經理對於 你的PM在一開始的時候 你看不清楚最終的那個目標的時候 我可以先定 短期的目標 中期的目標 做這個項目的 這些活動的 排序 那這個排序怎麼做呢 等會兒會細部的講 因為這最重要的 就是 常用兩個方法 一個叫做 PDM 這個圖像解 解法 另外一個是箭頭 這個叫ADM 這兩個方法 等一下會做介紹 OK OK 好 喂 喂 喂 還是 喂 喂 好 好 PDM呢 Precidism Diogramming Method 它講的是什麼 就是說 你先看下面這個圖 它把每一個拆解下來的活動 就是用一個方塊表示 那這兩個方塊之間的關係 就是透過箭頭去描述說 比如說這個事情做完了 做這個 這就是PDM的圖解法 所以 當你拿到一個合同以後 你開始做 工項拆解完以後 就可以用PDM 把所有的活動 你可以先從簡單的 比如說 你可以分類 比如說 做分割類的 還是做主結構類的 你先分大類 然後再跟針對每個工項 再拆細節 等於說我們都會透過這種方式 先把每個小的sequence 找出來後 再拼成一個大的sequence 所以說 這就是我們最常用的 一個PDM的方法 那這方法呢 它在解釋這種 每個活動之間的關係呢 它有四種 四種最常見的 在 你在項目管理的這種 類別都會去看到 第一種關係叫 Finish to Start 它這個意思就是說 我這個 Task B 這個活動要開始 必須取決於前面這個 項目已經完成 而且是要完全完成 它才會啟動到B 所以這是在排 排這個 這個你那個網圖的時候 一個邏輯 那另外呢 第二種定義叫做 Start to Start 就是說 實際上你這個B 啟動不一定要等到B結束 你也可以跟A同時啟動 這也是一種方式 第三種呢 就是Finish to Finish 就是兩個項目 雖然不同時間開始 但是可以在同個時間結束 然後呢第四個叫 Start to Finish 那其實呢 一般來講我們在 做項目管理的 計劃編排的時候 我們最喜歡的 最常用就是第一個 Finish to Start 因為 最直觀 最直覺 我什麼做完了做下一個 什麼做完做下一個 但是通常這也是 最不現實的 因為 我們通常在 整個項目裡面都知道 要做事情非常多 所以你最後 你只能選擇 透過後面的方式 在其中的一些 流程裡面 去做優化 OK 那這也是一個例子 但這例子 這裡面數字 不用去看 就是說 實際上我們通常 在完成這個方塊 我們會把每個預計的時間 這活動的時間 就做個紀錄 然後什麼時候開始 什麼時候結束 需要花多少時間 這是一個最基本的 一個 PDM的一個範例 那第二個方法呢 這方法實際上到現在 我自己也不太喜歡用 因為 想像的空間比較多 他叫做ADM 跟剛剛那個區別在哪裡 剛剛是把方塊 直接寫活動 然後箭頭代表你的 結束與完成關係 但這方法不是 他的結束與完成關係 是在這個節點上 所有的你的Active 都是這個箭頭 所以說 這種會存在什麼問題呢 我就用了一個 這個示意圖來做比對 大家可以看一下 比如說我們一開始 一個工程 我就講一個比較粗的 就從 開始 然後做Foundation 到Framing 到Roof 到Finish 這個如果用PDM 就很直觀 這個確實 工項之間 沒有 穿插關係 就是一個按照順序做完 頂多這裡中間 有一個安裝這個 這個叫做 花園 就是Grace 這部分 他是獨立的另外一個線條 但是你看如果 以ADM來形容的話 他就只有結束 開始跟結束 但是中間的過程 他反而是用這種 就是箭頭 來表示這些活動 但是呢 中間又會 你箭頭不能直接 從頭畫到尾 他就會設置一些 所以這叫做 你看上面這個 這叫做 Dummy Active 就是會有一個虛作業的一個存在 所以說這個東西很不直觀 就一般來講 就是這個 PDM來講 他也比 AOA能夠能力理解 而且呢 就是說 我們現在在市面上所常見的一些 項目管理的一個軟件 包含就是Microsoft Project PSC 這些 他們裡面的系統都是用這個 那這些 誰會用 就是一些做那種 IT的 網絡 網絡 網絡企業的話 他會比較用 因為他有些東西是 不像我們做工程這麼具體 但他有一些假設條件的時候 他就需要用這種方式去排 所以大家可以 專注在了解 PDM這個方法就可以 好 所以剛剛前面 再回顧一下 我們剛剛講的 第一開始要先去定義這個活動 就是你合同的拆解 第二個 針對於工項每個活動的一個排序 就是誰先 誰後 那第三個部分呢 現在要講的就是 如何去 評估一個活動所需的資源 比如說我們剛剛講的 這個木工 木工裡面你就變成說你要知道你要多少人 然後什麼樣級別 多少 這個隊伍組成是 一個大工帶三個小工 還是什麼 就是說 這時候你對於 每個活動裡面所需的資源 要開始做對應的一個 一個叫FIT IN 所以前面實際上做的工作 只是就是說如果你在做一個 等一下可能許會長會跟你們分享實際怎麼排 就是說 透過這些工作你可能花一天到兩天 你可以做個初步的一個網圖 甚至一個節點圖都可以出來 然後呢 這個部分就是 剛預估完資源以後就是在要預估每個時間的這個延時 那這個這個活動延時呢 他這邊定義是說 他不是只有考慮 你實際在工作的 那段時間 他實際上呢包含 你前期動員準備 甚至到最後收尾的 這個這種沒有實際 產生在 生產 生產上面的事情也要算進去 因為這代表你整個 活動的 開始跟結束 那這邊我們講實際投入就是我們常講的 Working day 或者是 Workout 這種 但實際上 並不是你想像中 我 安排150個Working day 跟前後有些準備時間也必須 考量在這整個 Duration裡面 對 然後呢 這邊提到一個重點就是說 我們因為這種 項目管理還是經驗 依存很高的一個 一個學門 所以說 一般來講我們在排完以上這些東西都是需要 比較有經驗的人在幫你做個review 那接下來呢 這也是另外一個重點就是 我們 把上面這四個 排網圖 所需要的 這種 構建已經 具備的時候 接下來呢 我們就是要開始去排 我們的schedule 那排schedule 這個 一般來講呢 我們的目標一定要 非常的清晰 而且呢 這是要一個 可實現的一個schedule 因為 有的時候 大家在拿到一個項目的時候會比較激進一點 說啊我這個 業主可能開八個月 我五個月就給他做完 就類似這種 但是 這種就是屬於一個比較不符合現實的 因為我剛最前面提到嘛 你要 沒有規劃的 盲目的去提前這個工 這個時間有可能你所 造成的隱患就是你的成本 會 弧行當中的增加 所以說 這邊 還是在 原則上就跟大家說 在 編排計劃的時候 一開始一定要先按照一個比較可行的 比較實際的 大家做起來比較舒服的一個狀態的計劃 先進行編排 然後後面呢 我會再講一個方式就是這個 透過這個所謂的關鍵線路的一個 一個分析 然後你可以決定說哪些線路裡面要投入 更多的資源 來減少他的時間 等於說我們是很有 循序漸進的步驟去 分析到裡面的一些比較重要的元素裡面 再把資源投在那 而不是 所有的這整個項目 每一個活動 只要工人進去的第一天 你就開始叫他 快快快 那是不太現實的 因為 每個人的狀態不同 每個項目狀態不同 不是說每個 每個步驟都可以快了起來 有的時候還要透過合理的穿插 才能夠達到這個快速 那最常用的 方法 有兩個 有兩個就排 排著網圖 第一個就是干特圖 我相信大家 大家應該很常聽到 但是呢 干特圖 等會我會講 因為他發展的比較早 大概在1950年代 也是 就是美國杜邦有一家公司 他專門做科研 他所發展出來的 他實際上只能告訴你 每個時間 起始到結束 然後大概的一個關係 但是 沒有辦法去了解 你所好的資源 所以這邊就是 針對干特圖的一個解釋 他雖然說 容易製作 可以一目了然 因為呢 他只包含幾個 第一個 他通常 我等一下直接用後面這個圖 標準的干特圖 就是這樣子 就是 你有一個Task 然後每個Task有一個時間 然後他 這個Task 有一個關聯 這樣過來 但是 有 你看這三個Task 它之間就沒有任何關聯性 這就是 干特圖它存在的問題 它沒辦法 再做更 更複雜的一個 項目之間邏輯的一個 一個 就是 分析 所以這個時候呢 我們剛提的就是那個 PDM 就開始發生作用 他開始會 比較縮密的 針對每個項目之間的邏輯關係 去做一個 前後 因為干特圖 你看我們待會去看 他只有 開始到結束 結束到開始 就是Finish to Start那個 那個方式 他沒有辦法去做一個 更複雜的一個牌序 像這個就是結合了PDM 所去做出來的 你可以看到零行的方塊就是 定的項目的里程碑 然後這每一個層條 就是每個工項所需的延遲 然後這些箭頭 就是他所存在的一個 相依的關係 那進一步呢 透過這樣子呢 我們可以再多拉一個時間列 就是現在的項目管理軟件都可以去做的 這個淺灰色的部分就是 我當初所排的計劃 然後呢 這個 深黑色的部分 就是我實際在 我剛前面提的就是 每天 你在做工作紀錄的時候 實際 所完成的進度 OK 所以說 可以透過這種 進階版的 干特圖 能夠把整個項目的一個 過程 你都能夠很清晰的在 現在這些 project 或者是 PS3 PS6 這種東西 上面來展現 那同樣的呢 剛提到的 項目的資源 也可以 衍生出 項目的資源圖 就是 現在軟件你都點進去 你可以知道說 比如這個工項 現在 預計本來是要 100人次的 一個時間 我現在 耗掉多少 也可以在現在所有的軟件裡面 但是那個 因為那個操作起來是非常 可能要上 一個月的課 就是 包含軟件的操作 所以說 我就先提供一個概念 就是說大家如果 對這有興趣 因為每個軟件它的規定都不一樣 一般來講最常見的 Microsoft Project 已經非常全面 然後呢 接下來這邊提到一個 就是說 我不曉得大家有沒有聽過這個名詞 叫關鍵路徑法 這個是 一般在做這種 項目管理 很常去提到的一種 一個名詞 但實際上這也是一個 方法學 他也是大概在 1950年到1960年 那個年代發展 也是美軍 他那時候為了做一些 軍事工程的一個項目 去延伸出來的一個方式 叫關鍵路徑 那關鍵路徑指的是什麼 就是通常你這個 項目當中 所佔的 最長的一個時間 所需要花 最長時間的一個 一個路徑 就是我們剛剛前面不是排的網圖嗎 他到最後 所算出來的這個時間 那 除了這個方式 還有剛前面提到的 回錄這邊 還有更複雜方法叫做 PERT 還有叫 Critical Trend 這兩個方式呢 又比 Critical Path 以及 甘特圖更進階是在於 他針對於每一個 進行的過程當中 他還做了機率的分析 就是他有做很複雜的 就是說 你可以從 簡單的說 用這張圖 我現在 這個雖然已經很清楚的 這個 很清楚的知道什麼時候 是我的計劃時間 什麼時候 可以完成 然後 我現在實際的狀況 到什麼 他那個 如果用PERT的話 多一條 叫做 你可以如期 完工的機率有多少 所以說他還 透過分析 你可以告訴 你可以預測說 可能我這個東西 過於樂觀 或過於悲觀 他還可以透過機率的分析 讓這整個網圖 產生更多的一些 數字的一個 一個解釋 所以說 關鍵路徑呢 我們等一下怎麼找 我等一下會用一個例子 讓大家試著找找看 就是說 簡單的講 就是說他 第一個 是需要有一個 邏輯非常清晰的一個 網絡圖 那第二個呢 所有的 項目的延時 還有 他相依的關係 都要非常的清楚 然後就可以去計算出 這個關鍵路徑 因為我們之前前面在排 我們剛剛可以看到 可能你會有 很多不同的功項 很多的 關鍵 很多線路 但是到底哪一條 是我在 項目管理裡面 最需要去控制的 最需要去 實時關注的 所以說 就是透過 這種關鍵的 路徑的計算 你可以知道 此階段 哪一條是最 critical的 但是呢 這關鍵線路 是不是在計劃過程當中 不會變呢 答案是 不是的 就是說這關鍵線路 可能在你 我們剛前面看到這個 可能在你實際 執行的過程當中 實際執行的過程當中 你會發現你的關鍵線路變了 就是你在過程當中所耗的時間 跟資源 改變了這些計劃之間的相依存的關係 所以說關鍵路徑 實際上是會改變的 那改變呢 不是一件壞事 就是我們剛前面提到 為什麼要有應急計劃 就是在 處理這種關鍵線路改變的時候 我用什麼方式能夠再把 我所耗的時間再要回來 好那這邊呢 我 就取了一個例子 大家有紙筆可以算一下 我解釋一下怎麼看 這是 活動一 這只是節點 活動一 他 A等於這個活動花了一天 那就是 活動D 花了四天 活動H 花了六天 活動J 花了三天 所以在這條路徑上面來講 我總共就花了 1加4 加6 加3 這樣的天數 所以大家可以先算一下 如果以這樣子來排的話 關鍵路徑是哪一條 大家花個五分鐘算一下 順便看一下一共的幾條路徑 你們是有分組嗎 沒有分組 桌子就是主題 等一下每一桌 派個代表說一下答案 答案 就是我想知道它的關鍵路徑是哪一條 多少天 第二個它總共有幾條路徑 有關鍵路徑是哪一條路徑 就是 這是有關鍵路徑的 1 2 2 3 2 2 1 3 好 那我就看一下答案 最短的就是 最长 我刚才讲 关键路径是花最长时间的 就是你 你这个项目 你不是最短时间完成 就完成项目 你是整个项目总要花16天 所以最长的才是你的关键路径 为什么要找最长的 因为我14天干完 可是还没履约 可能还有东西还没做完 也是不能履约 我们这边定的是说 你这个东西要能够 交回给你的业主的时候 你所有事情都完事 最短时间是最好了 最长时间是最不好了 我等一下后面会再解释 为什么是最长时间 其实最短时间里面 它代表我如果按照这个走 我还有两天赋予的时间 可以去做其他的修复 因为你现在这样看可能不直观 因为有的是 这一条就是专门做结构的 这一条是做花园的 这一条是做分割的 但是你就会发现 整个项目有时候在结束的时候 不是被你的结构给拖累的 有时候是被你的花园 或是分割给拖累 甚至有些还很奇怪 有的被水电啊 这种问题是拖累 所以说 这只是一个比较简单的意思 但是你会透过你去排那些网图 你就可以知道说 我这个项目一排起来 发现可能最关键是要去抓哪一个工作 我们是不是休息一下 我后面会再针对这个解释 因为这确实是项目管理里面 很重要的一个计算 而且